有不同的感受 从不同的角度有体验 然后大家没有讲到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准备 我们再补充 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话 大家都会有参与感 而且你可以得到很多 我们本身没有想到的一些 鼠灵的亮光 所以我们如果被安排到 带领查经 请我们要尽量的准备 那除了准备之外 还有祷告 求主耶稣能够感动带领 让我们在查经当中 能够得到造就 那上一次我们查稿 路加福音十二章 到二十一节 那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 从二十二节到五十九节 那如果有我们哪一区的进度 还没有赶上的 我们照着我们各区的 做得到的范围 这样渐渐把它赶上来 那路加福音从十四 十二章从十三节 到三十四节 其实这整段圣经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钱财的事情 那这一段圣经的开头的引言 是因为主耶稣传道的时候 有人要请他分家业 分财产 那我们中国人讲千关难断家务事 这个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情 要怎么去分财产 怎么分都没有办法分得好 所以主耶稣就把他最重要的重点讲出来 就是十三节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只要心里没有贪 那我想家产要怎么分都不会发生问题 那人怎么会想要在分家产当中 想要多分一点 那原因也是很清楚 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主耶稣就是在暗制 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人想要有更多的钱财 因为如果更多钱财 生活很舒服 所以你看十九节 对我的灵魂说 你有许多财务可以 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 钱多生活享受就好 所以难怪分家财 我们大家都想要多分一点 那第二个 人想要多分一点钱财 第二个原因就是 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二节 那就是要讲安全感 你如果都没有钱 你就很多忧虑 但如果钱很多 你就不怕 生活有安全感 所以出于这两个原因 因此人在这个分家产当中 常常会斤斤计较 很难去分得平 那么怎么样 人才会免去贪心呢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 生命的价值 生命能够活得很有意义 不是说财产很丰富 就能够活得出来的 那对我们这两个生活最关心的 生活最关心的两件事情 怎么办呢 主耶稣对第一个回答 就是我们可以享受 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二十节 只注重生活的享受 这种人在神面前是不富足的 二十一节 在自己 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 所以我们想要多分裂财产 让我们生活能够舒服 从我们本身来讲 这是好的 但是从神 从上面来看 我们在神面前并不富足 因为这是为自己 在争利益 那如果神看起来我们不富足 那得带出的财产也是没有用的 最重要是神看我们富足 神看我们富足 将来天国就用不尽的财宝 那第二点 他就讲 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从谁呢 这告诉我们 即使你生活可以过得很享受 但是生命你也没有办法控制 生命也是在神控制 你也没有办法享受永远 所以要看破一点 人要看穿 看穿物质的这个假象 我们才不会被物质所蒙蔽 整个心 整个头脑一直在钻 就是想要多弄一点钱 连兄弟姐妹 有时候都为了分家产 感情搞坏了 这不值得的 因为神怎么看我最重要 那第二个 对生活的忧虑怎么办呢 这就二十二节开始讲 这个二十二节开始讲 就是讲到神的爱 在神看来 他非常的爱我们 所以你看一只飞鸟 神都看顾他 何况我们比飞鸟更贵重 一个百合花 实在算不了什么 神都看顾他 何况我们不比百合花更重吗 所以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 跟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国 就是让神来做往 让神来管理 控制我们 也就是说 让神来做我们的主 如果神不要我们做的 我们不要做 如果神要我们做 我们要做 不要让自己的感觉 来蒙蔽了 我们看不到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的国 那你只要把神摆在前面 你不要忧虑的 神一定会让你生活过得很好 没有挂虑的 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让罗德先选 表面上吃亏 但是其实亚伯拉站在神这一边 神站在他这一边 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先站在神这一边 所以亚伯拉得到神的喜欢 罗德一搬走以后 神就向亚伯拉显现 你看 你看到我都要给你 你走 你走到我都要给你 因为他做的地方 得神喜欢 反过来讲 罗德 虽然得到一个短暂的好处 眼前的好处 但是在神面前 罗德并没有富足 没有神的恩典 所以后来连他得到的也失去了 当降在 流氓火降在这个所多玛城 什么都没有 连他的太太 变一根云柱 因为他所做的 并没有尊重神 只尊重自己 所以这一段圣经 给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个很实际的勉励 就是免去一切贪心 分财产怎么分都不会有问题 那在这个整段圣经里面 我们就发现 失就是德 有时候德就是失 这个天国的数学是很奇妙的 在13节到15节 有人想贪心 想要多德 他是德 你分很多 你手可以握很多 是得到 看得见得到 但是他失去什么 一个在分家 斩着拼命计较 得到了 但他失去什么 他会失去神的恩典 因为你贪心 今天计较 神不喜欢 神就离开了 所以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 不是和公义的方法 要多得 到最后你会失去神 失去神什么都没有 但是失去就是得到 所以33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 周记人 为自己预备 永存不坏的钱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尽 从不能住的地方 所以一个人 如果愿意变卖所有 所以主耶稣说 你不要贪 你如果贪 就一直想要抓 那你如果不要贪 你就会一直舍出去 那你如果愿意舍出去 为着主的原因 变卖所产 分给穷人 你变卖财产 分给穷人 你就没有了 那如果你愿意舍出去的话 那你就会得到 那得到什么 在天上的财宝 他说这是用不尽的财宝 这句话太好了 我们在地上哪里有钱 用不完了 但天上用不尽的财宝 那地上的财宝是暂时的 那天上的财宝是永远的 所以人如果要多得 在生活当中 要学着去施舍 主耶稣说 你如果为我上吊生命 你就要得到生命 生命是最宝贵的 你如果为主耶稣 你上吊生命 你就要得到属灵的生命 但是你如果要保守自己的生命 你要抓住 你不愿意为这主丧失生命 你就要丧失生命 在逼迫的时候 你不愿意为主牺牲 在天国你就没有属灵生命 所以得常常就会失去 你失去了 你常常就会得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得不到恩典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抓得太紧 你的时间 你的金钱 你的体力 你抓得太紧 都是为你自己家人 都是为了你自己 因为你抓得太紧 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你就没有了 你就没有神的恩典 但如果你把它放出去 时间用在神的身上 你的精神体力 用在神的身上 你失出去了 那神的恩典就会来到 你就得到很多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有信心 有信心来接受 然后有信心去施行 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体验 那这三十四节很重要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那这句话很重要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真历书教会历史 曾经发生过 一个教会很有钱 那很有钱就是因为 他教会里面有办学校 所以有一些收入很有钱 那因为教会很有钱 大家看到教会很有钱 信徒都不奉献 因为教会很有钱 他现在做什么 也不必打扫 就是请别人来打扫 结果那个教会不会发展 信徒很舒服 来到教会就是 听听道理 吃饭回去 教会不会发展 那为什么教会不会发展 因为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所以当一个人 努力的奉献 他的钱用在教会里面 他的心就在教会里面 那当一个人的心 用在教会里面 你就发现这个教会 就开始发展 我这次到NCC 到俄板去开 开这个NCC会议 因为他正在盖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是俄板的祝母传道 确实那一段时间 经历很大的困难 钱从哪里来 土地买好了 钱从哪里来 结果他们只有祷告 很迫切的祷告 就是秋晨感动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俄板盖会堂用了几百万 如果你实际去了解 你就知道 哪一个地区 没有旧会堂可以买 因为这是新社区 每一个房子都很贵 你不得已就是采取那个方式 但钱从哪里来 就祷告 那祷告就 就一直进来 上一次我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说欠六十几万 上一次是差不多 半年前 我这一次去问他们教会的负责人 他说已经还光了 债务已经还光了 所以信读用很多钱在教会里面 那因为用很多钱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了心都在教会里面 整个心都在教会里面 所以因为教会 大家心在教会里面 好多人动员青年也开始割草 然后每一个人心都在教会里面 全美国在1999年 成长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 是200 1998年信徒99个 1999年24个受洗 全部都是木道者受洗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木道者受洗 所以他们在金钱上的奉献 我们从最后的结论看起来 并没有贷夸他们的信仰 没有 你看他们在金钱上的奉献 他们生活有没有比较贫穷 没有 但是他们在金钱上的奉献 带给他们的心 集中在教会里面 结果神就祝福他们的工作 24个受洗 所以这个钱在哪里 心也在哪里 这是真的 因此教会里面不需要忧虑钱 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 神要我们做什么 然后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 去做神要我们做的 那如果我们拿出来 你的体力 你的精神 你的钱材拿出来 你的心就在那里 那神就同工了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那里 确实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财宝在地上 我们的心就在地上 你财宝在股票里面 你天天在工资里面 你不是在看股票吗 看股票这么刀 就涨了多少 落了多少 因为你钱在哪里 去心就在哪个地方 所以主耶稣讲的 确实是真的 这是三十四节 那从三十五节开始 主耶稣要教导我们 要警醒 因为我们是一个仆人 那这个仆人就是要等候 三十六节 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延期上回来 他来到寇门就给他开门 三十七节 主人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那这个仆人今天就是指着我们 那主人就是指着主耶稣 那主耶稣回来 如果我们看三四十节 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 仁子就到了 这个想不到的时候 仁子就到了 就是主耶稣再临 主耶稣再临好像贼一样 你没有办法知道 那他什么时候临到 但是你等越久 就表示越靠近 主耶稣要来的时候 所以从彼得那个时候 讲主要再来 一直等到现在 等越久越靠近 你有一天一定会到 所以这个警醒等待很重要 那这个警醒等待的 有两个动作 三十五节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这个就是警醒的表现 腰里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那今天我们是主的仆人 我们怎么样警醒来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腰要树上带 圣经与福所书里面讲这个 腰树带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 用真理 用真理来树腰 那这个用真理来树腰 讲更清楚是什么意思 用真理来树腰 讲更清楚是什么 树腰 如果当过兵的就知道腰带一树起来 树得越紧你力量就跑出来 用真理来树腰就是用真理来约束自己 用真理来约束你的生活 用真理来约束你的心 用真理来约束你对时间的运用 用真理来约束你对金钱的运用 如果用真理来约束自己 我们就是在警醒 就是在警醒 人要睡觉的时候 这个腰带大概都解掉了 这个是最松散 你最舒服 你最散掉 你一束上去 你就警醒过来 所以用真理约束自己 我们树灵上就力量就出来了 树灵上你就醒过来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也要灯 也要点上 那这个灯点上是指什么意思 圣灵 那个灯是从油来的 没有油就没有灯 所以灯也要点着 要预备油 油就是圣灵 那灯本身呢 马太后第五章灯是什么 好行为 就要看见你们好行为 就归荣耀给神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这个警醒的意思就是 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 生活当中有好行为 能够荣耀神的名 那这个就是 我们在警醒祷告的 我们在警醒等候主再来的 的做法 用真理束邀 被圣灵充满 然后生活当中有好行为 好 那我们就不怕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 那即使主耶稣再过一百年来 我们死的那一天 其实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我们这个警醒 用真理束邀 然后用点灯 这个也是等于说随时预备 我什么时候离开世界都没有关系 主耶稣要找我回去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已经警醒预备好了 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 那从四十一节开始 四十一节开始 这个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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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仆与恶仁 恶仆的报应 当然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对当时的门徒也是指着 对我们众人来讲 那他这里在讲 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四十二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可见主人所希望的 不只是忠心 还要有见识 那这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 派他管理家里面的人 他的表现就是按时分量 那这个分量就是忠心的表现 因为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那按时就是他的见识 见识就是wisdom 智慧 所以 如果一个人能够按时分量 他又是忠心有见识 只有分量而已 这是忠心而已 按时这个才是有见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我们扶持神 第一个要忠心 我们以前查稿过 忠心可以产两点 第一个是道理上忠心 第二个是工作上忠心 那第二个按时分量 不同的时候分不同的量 那这个也可以指着 我们在讲道理 我们在讲道理 有时候 有不同的情况会发生 那我们借着社会情况的发生 可以讲 适合当时需要的道理 地震以后 天灾以后 或者一个人离世以后 这些都有不同的时候 我们讲不同的道理 这个叫做按时分量 那主人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四十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这一切所有的 所以按时分量到最后就会 从神得到福气 但是这个仆人也有受责打的 四十六节 要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因为这个仆人 他虽然有仆人的职份 但是动手打仆人跟死女 并且喝醉酒 这个喝醉酒就是没有警醒了 喝醉酒就没有警醒 那喝醉酒就不能按时分量 那这个喝醉酒 证经里面酒也可以指着世界的 不要醉酒 酒能够使人放荡 沉迷在世界里面的一个人 就会醉了 那人在这个服侍神上 就没有办法忠心 那动手打仆人 你如果证经的事不做 那我们人就有额外的精力 就会在这个仆人之间 就会打起来 但如果责任很清楚 就做自己的责任 我们就发现责任做到完 我们都精疲力竭了 就没有办法动手打仆人 所以动不动手打仆人 这常常是因为时间太多 精神太多 喝醉酒醉在这个世界里面 好 那我们再看48节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 必少受责打 我们看47节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他 不顺从他意思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所以同样是 不顺从主人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责打也不太一样 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 要少受责打 那知道又不顺从的 那人就要多受责打 所以这个知道不知道 做在乎人的心 因此这个神在审判人 我想不是 不是说犯同个罪 审判到最后 那惩罚就同样了 神在审判人会 会看人的存心跟动机 所以西伯来书里面说 得知真道 故意犯罪 特别加一个故意犯罪 赎罪的机会就没有了 因为他知道 他故意去犯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 跟一个人 不知道真道 无知而犯 这个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讲 有的是多受责打 有的是少受责打 不太一样 因为神看人的内心 那48节的最后一句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所以将来的审判 得标准 每一个人的标准 不太一样 多得到的 神的要求就多 少得到 神的要求就少 我们再看那个 拉撒路的比喻 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 拉撒路最后到天国 也得到福气 在亚伯瀚的怀里面 但是拉撒路穷到 连吃饭的都没有 要吃财主桌上所掉下来 所以拉撒路到底有没有奉献 当然圣经是没有写的 但是如果用他穷到这个程度里面 可能拉撒路没有奉献 他连吃饭都没有 他有什么奉献 但是在天国里面 他也是有福气 因为神少给他 少给他责任就少 多给他责任就多 这是将来神审判的一个标准 还有那个两个小钱的寡妇 他只有两个小钱 所以他只能够献两个小钱 但是他的奉献是百分之百 所以在神面前 他也是很富 受到神的奖赏 那如果我们用这一节衡量 我们用这一节来衡量 有一天我们赚了大钱 我们赚 我们赚了大钱 一年赚一百万 然后我们献了五万给教会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刮的 因为如果你赚了一百万 你献五万 你还少五万 比那个献五万的人献五千 在神的面前 我们还比他献的还少 因为比例上来讲 我们只献百分之五 所以事实上 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 最容易献十一圈的是谁 薪水阶级 而且普通的薪水阶级 最容易献 做生意赚大钱的 最不容易献十一圈 但是他们献的金钱最大比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会被 这个用眼睛看去蒙蔽的 那假象 我们常常尊重那个 奉献很多钱的人 但是神不一定是这样 神是尊重那个奉献比例最高的人 就像这个寡妇一样 那马拉基书说 你们如果没有将当献的十一圈 献给神 你们就是夺取神的物 既然是夺取神的物 这个标是在神面前有亏欠 所以一个人即使赚了一百万 他献了五万块钱 他在神面前还是有亏欠 因为他还少了五万 还少百分之五 但是一个人就赚了五万 他献了五千 他在神面前就没有亏欠 因为他已经把当献的献上去了 再过来 如果一个人献了一万块钱 他把一万块钱都献上了 他献的就最多了 他献的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神在看人跟人在看人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角度不一样 因此这个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多谁就向谁都要 我知道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在 要盖一个这个教室 那有的信徒就在算比例 我们现在要用四十万的预算 来盖一个教室 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差不多有两百个人 那一除一个人要献多少 四十万除以两百 一个人献多少 两千是不是 两百还是两千 我这个数目也不太好 两千 四十万 预算四十万 那整个教会两百个人 出起来一个人头两千 算一算 我家人头三个就六千 六千完了 我已经把我的比例算完了 我想这样 可能跟这节圣经节不太一样 不只是算人头 你要算income 整个教会里面都加起来 你财产多少 然后用比例来 来算 那我们就知道 有时候我们家里面 不只要不只出六千 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出到六千 多给谁的 就向谁多取 多多谁的 就多给谁 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定例 将来审判的一个标准 有时候做圣供也是一样 有的人身体很健壮 好像牛一样 他圣供可以做的很多 神多给他 所以要多做 有的人真的很软作 做一下子 他就没有办法 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少给他就少要 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相比 我做这个 你也要跟我做这个 因为多给谁的 就向谁多要 多偷学的就向 多取 这是神在审判人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从49节到59节 49节到59节 这是在讲 火要降在这个地上 49节 我要来把火丢在这个地上 倘若已经着了 也不是我所愿意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 不是神所愿意的 但是一定会发生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主耶稣讲这个喜 是什么喜 主耶稣讲这个喜 是什么喜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圣经里面的喜 你可以找到几种 最少有三种 最少三种 一个是水喜 一个是灵喜 另外一个是活喜 主耶稣讲过的喜 最少有三种 水喜 灵喜 活喜 但是后来人再把家 加上一个道喜 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就是道喜 那既然是喜 他的目的到最后都是一样 要叫我们成圣称义 洗礼要洗掉我们的罪 让我们称义 圣灵的更新 要叫我们成圣 生活成圣 在神面前没有罪 那这个活喜也是一样 经历火炼 人的杂质被除掉了 清心的人有福 清就是pure 没有杂质 但是这个没有杂质 有时候经过活喜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一个人经过大患乱之后 讲的话都不太一样 变成非常的纯 如果你仔细想 我们在我们所遇过的信徒 经过大患乱之后 讲话都不太一样 很纯 因为活喜把杂质洗掉了 因此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 我要把火丢在地上 也就解决 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 也是指的逼迫 活喜 OK 那接下去 而五十一节开始 他就在解释 以后我来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 不是的 来叫地上纷争 我们不能够照字面解释 耶稣来叫人纷争 不是耶稣要叫人纷争 是因为信耶稣的原因 家庭要纷争 所以五十二节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要纷争 三个和两个这样 两个是三个争 五十三节 父亲和儿子争 儿子和父亲争 母亲和儿女争 老女跟母亲争 婆婆和媳妇争 媳妇和婆婆争 我们如果看起来 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 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文化大革命到最后就是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利益 但这个里面所说的真就是因为信仰不同 我们知道信耶稣很重要 因为他很爱我们为我们死 所以我们一定要敬拜他作为神 因为他会给我们属灵生命在天空 说我们一定要持守信仰 然后家里面出现了一个信佛的 一个信回教的 一个信道教的 一个人生 无神论 那信仰不同就开始争起来了 那你知道你很重要 你就不能够放弃 但是他们不了解 就觉得你背叛我们祖宗的宗教 那这争论就起来了 所以主耶稣主要讲实在讲这一点 因为信仰的原因 引起逼迫 引起纷争 就是火在地上找 那五十四节 一直到五十九节 就是在讲主耶稣要来再预造 所以你看西边有云彩 就是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了 五十五节 南风就要照热 也有了 假冒为善 你知道分辨天的颜色 怎么不分到这个时候呢 所以主耶稣在提醒当时 法利赛人 你们很聪明啊 看天可以知道 会不会下雨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五十七节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我想这句很重要 主耶稣提醒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自我反省 什么是合理的呢 其实他们道理很懂 主耶稣说你们要自我反省 什么是合理的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十三节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 神不蒙头 是合一的吗 所以到最后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自己去审查 反省看看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信仰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自我反省 自省的功夫 好像孔子在讲 一日三省无声 每天在反省 一个人如果常常在反省自己 比较不会指头一只往外指 真的是这样 我们人如果没有在反省自己 一只我们都会指别人 但如果我们自己反省自己以后 我们发现我们会谦卑很多 因为我们会发现 原来我们跟别人也没有差不了多少 所以一个人 如果谦卑在反省自己 很难说很大声在指责别人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都是不义的 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缺乏这一点 缺乏自己反省 他把知识当做生命 知识他懂得很多 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生命 就跟知识一样完全 其实不一定 知识跟生命是两回事的 所以如果能够用知识来审查我们的生命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生命差一大截 我们知道什么是爱 我们不一定有爱 我们知道什么是谦卑 我们不一定有谦卑 我们知道什么是爱 我们知道什么是谦卑 不等于我们是有爱心 我们是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越反省自己 我们就声音越小 我们越反省自己 我们就越不敢指头指向别人 因为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做 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上面 你们为什么不审量自己呢 如果你仔细审查自己 你就得到答案 就在这里 路加十二章 我们现在进入十三章 路加福音的十三章 路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现在发现两件事情 那从这个两件事情的发生 我们要来看 当时的人在看事情 跟主耶稣在看事情 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在 我们好像一个旁观者 他们好像演一台戏 那现在这个戏 记录在圣经 我们好像旁观者这样来看 看他们在演戏怎么一回事 那为了让我们得到造就 十三章第一节 正当那时 有人将比拉多 是加利利人的血 掺摘在记录当中 告诉耶稣 这个比拉多可能杀了人 那这些人可能是 因为没有顺服 没有顺服这个比拉多 违反了罗马的律法 掺在记录当中 那第二节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 所以受批迫吗 所以很可能耶稣已经听到一些人在议论 这些人被比拉多杀掉 一定是他比别人更有罪 所以神没有保护他就被杀掉了 那主耶稣可能听到这些风声 那主耶稣告诉 告诉什么呢 我告诉你 不是的 你们如果不悔改 都要如此的灭亡 所以 众加利利人 众加利利人 当他看到这些人被杀掉的时候 他用旁观的眼光来看 用旁观的眼光来议论 他可能比别人更有罪 但是主耶稣把这个事情拉到他本身来 拉到他本身来 你 你如果没有悔改 你也会死在罪里面 你跟他原来是差不了多少的 所以这是主耶稣在看事情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再看这个第四节 从前西多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 你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 所以当时的世代就在比较 他不把自己放进去 他不把自己放进去 他就在旁边比较 这个楼压倒十八个人 所以他可能比周围的人更有罪 那主耶稣说你不能这样比较 你现在要把他拉回来 看自己 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表示说你们也是一样有罪的 所以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心意 主耶稣要人认识我们自己 要从周围发生的事情当中 对我们本身得教训 不只是去教训别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 我们在读圣经 灵修灵修 不是要修别人 我们在读圣经里面 读来读去 这节圣经节 哪一个弟兄最需要 哪节圣经节 哪一个姐妹最需要 当然他很需要 但是到最后是谁最需要 是我本身最需要 所以主耶稣就是要把他们态度要修正 看见一件事情 就用这件事情去衡量别人 但是最重要是到最后要修到自己 让自己得到造就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听过那个 大概是故事 听道理 那最后里面来听道理 早上媳妇来 听一听说 今天早上我婆婆没有来 太可惜了 那回去啦 媳妇回去啦 换婆婆来在家里看小孩子 下午来 婆婆一听说 哎呀 我媳妇早上回去 下午回去真可惜 下午没有听到 那用这种态度 我们在追求道理 读圣经听道理 对我们本身并没有造就 那最重要就是 这一个事实 这一件事情 对我本身 有什么教训 对我本身 怎么样能够帮助我灵性进步 这个最重要啦 所以灵修 第一个是要修自己 不是要修别人 因此我们在讲道理 不是说我们都要完全 我们才能够讲道 如果这样你找得到 一个人讲道 当然找不到一个 那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就是 勉励自己 就是勉励自己 不是说 我很好 你们都不好 所以这样在讲 这样不是主要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勉励自己 然后接着勉励自己 也勉励大家 因此如果神跟我们通工 一边道理 讲得让大家很感动 我们自己讲的人更感动 如果我们讲了 大家会悔改 讲道本人 第一个会悔改 因为神的道好像 好像箭在砸他的心 他觉得自己有罪 自己会悔改 因此 这个神要我们这个灵修 不是去灵修别人 自己都没有得到益处 不是这样 要对自己有益处 然后从自己改变 然后去影响别人 因此主耶稣才在地方才讲 你们不悔改 你们要死在罪里面 也要如此灭亡 第六节到第九节 这里讲这个树 果树 无花果树不结果子 他才讲一个人 栽的无花果树 在葡萄园里面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因为他是栽种的人 所以他在栽这个果树 进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期望 我用了这个块土地 栽这个树 我用了我的力量 栽这个树 我有一个期待 这个树要结果子 如果这个树结果子 对我栽种的人来讲 就符合达到我的目的 如果这个树不结果子 我就没有达到 我的目的就砍下来了 那这个树就是指着我们人 因此我们人的生活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意义 不能够由我们来决定 要由那个四生命给我们 赏赐阳光空气雨水给我们 再让我们天天活着 饮食饱足的那一位神来决定的 因为我们只是姚将的 所做出来一个器皿而已 他是姚将 所以当他做这个器皿出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期待 有一个目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一生 能够达到神对我们的期待 神对我们的目的 我们就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的一生 没有达到神对我们的期待 神对我们的目的 好像这个果子一样 他不结果子 就没有达到 在神面前看起来 这个人生就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了 所以一个人的人生 有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不是站在我的观点来看 是要站在那个造我 养我那一位神的观点来看 这样才对 这样才不会被骗了 被欺骗了 所以你看 所罗门王 他一生活着没有神 我想他一直在追求当中 他觉得人生的意义 就是在那里 有钱 在有权 有权 要享受 什么都有 心里所要的 没有一样禁止不享受 他用自己的立场 在判断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但是有一天 他要死了 他要面对神 忽然间他换一个角度来看 站在神的观点来看 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人生是一场梦 过去的 那个时候他才想过来 醒过来 发现人生第一要务 就是要神 找到神 一切以神为出发点 这样在做事情 在生活 你才会有价值 人生才会有意义 因此这个果子 果树 不结果子 栽种的人就说 要把它砍掉 那园丁就说 园丁就说 暂且留着 从周围掘开土 加了粪 以后若结果 愿霸 不然再把它砍掉 我看这也可以指的 主的公义 要把它砍掉 这个是主的公义 然后再给他一段时间 然后掘开土 加上粪 这个就是主的慈爱 再给他一段时间 再不结果子 再把它砍下来 那这个也可以指的说 是不是一个人 信了耶稣 一定可以得救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一般教会讲 信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从圣经看起来 不一定 如果你不结果子 孩子会砍掉 生活没有表现 好 我们再看 从十一节来看 第十节开始 从第十节来开始 在讲这个安息日治病的事情 那这个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 年代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都是在讲这个安息日治病的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就发现 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情 原则抓得很稳 绝对不妥协 但是他处理问题很有智慧 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治病 我们看那个 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 他没有问 没有问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治病 但是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主耶稣问 第三节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塞人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前面一个他不问 后面一个他就问 这个就是他的智慧 那为什么后面一个他要问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问他们答不出来 所以主耶稣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们却不言语 为你如果看英文 就是表示说不能回答 没有话可以回答 那既然你不讲了 耶稣就把他自豪走了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有谁 或驴 牛吊在安息井里 不拉上来吗 第六节 他们就不能够对答这个话 所以主耶稣在前面里面讲说 我们进入 这个世界当中 好像羊进入狼群里面 狼进入羊群 羊进入狼群里面 要灵巧像蛇 我们看主耶稣就这样 非常灵巧 有的他不问 有的他问 而且他一发问 大家没有办法回答 他做完他就走了 那在这件事情 这个十一节开始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有一个女人被鬼 病了十八年 弯不起腰 耶稣就 说你这个病离开你 两只手按着 他腰就支起来 归荣耀给神 十四节 管会堂的 因为耶稣在安息治病 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 六日应当做工 那六日之内可以求医治 在安息确补个求主 所以我们看这个管会堂的 讲的也好像很有道理 六日要做工 那第七日要休息 但是我们发现 他只抓住律法的字句 他没有进到经义里面来 那主耶稣知道律法的经义 他不只是现在这个字句里面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那主耶稣就有假暴为善的人 以他们的例子来问他们 人本身 我们讲的跟我们做的都会有矛盾的地方 真的是这样 我们人都会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我们常常常不知道 我们讲的跟做的会有矛盾的地方 主耶稣可以看得出来 说你们在安息着不解开牛的驴去牵引子吗 如果你们就解开这个驴让它去饮水 那这个女人捆绑18年 不应该安息着解开她的捆绑吗 你一条驴你就很顾虑了 那这个女人是一个人 她是神所爱的 那今天把她医好这是好事 所以17节 她的敌人都惭愧了 没话可说 所以说非常有智慧 这个今天也是告诉我们 真的 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身上 可以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 所以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认识越深 一个人对自己认识越深 我们真的越不敢去指责别人的错误 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人际之间 人际人之间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所以只能够用爱心去包容 你不能够说一直去指责别人不对的地方 因为我们本身也有很多的不对 所以当这个管会堂的 好像藏着圣经的话 在指责耶稣的时候 到最后反而使他自己都觉得很惭愧 无话可说 因为他本身所做的 这样看起来 是跟神的精神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了13章 从22节 我们看这个讲义 13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 主啊 今年且留着他们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 我的无法果树 其实上也就是他 这个比喻对我们有什么警惕和教训 我们在这个家庭区 我们可以针对来讨论 那13章的10节到17节 女人说你脱离了这个病 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 如何遵守安息日 第二节 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他废了安息日吗 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 那这是第13章的18节 一直到21节 这个是面孝的比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 也有抢七个比喻 那这个七个比喻 在我们真天书教会的解释 就跟一般教会不一样 这是非常的奇妙 我们教会解释 跟一般教会不一样 前面四个比喻 主耶稣讲完了 后来主耶稣进到房间里面 后来出来以后 再讲三个比喻 那里面这个 前面讲的这个四个比喻 那后面讲的这个比喻 现在有两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 18节 神的国好像什么 我拿什么来比较 好像芥菜种 芥菜种是最小的 有人拿去栽在园里面 长大的层数 所以这个芥菜种 最小长大层数 这就是 不是基因突变 这是不正常 不正常 那天上的飞鸟 也来树在它的枝上 那这个我们教会在解释 跟外教会在解释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这只飞鸟 你如果看一般教会的解释 飞鸟都把它解释 做好的 圣灵 属灵人像老鹰 但是我们教会在解释 这个飞鸟解释 做不好的 好像那个种子 撒在地上 让飞鸟来把它吃尽 那主义书很明显 说那就是魔鬼 把它倒里 捉走了 因此这个 一个种子 发芽成 长大成树 在天上飞鸟 树在它之上 这个我们现在解释 就是天主教 使徒教会后来演变成天主教 天主教好像一个很大棵的树 所以你看全世界天主教有多大 天主教的势力很大 你如果到中南美洲去看 差不多整个中南美洲 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 法国也是天主教的大本营 所以这个天主教势力很庞大 这个就好像是树 但是飞鸟树在它的上面 这是魔鬼的工作 所以我们如果你看这个 比较更清楚去看 罗马天主教的历史 它杀了好多人 还有在教义上 你要看 天主教拜圣母玛利亚 这个完全跟圣经不一样 玛利亚也是人 为什么我把他当神拜 拜玛利亚 然后玛利亚再吩咐耶稣 成全我们的祷告 圣经找不到一句话是这样的 找不到一句话 但是你看 如果你问这个天主教徒 你跟他谈论 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 差不多全部都在拜玛利亚 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改变了人的信仰 这就是鸟停在那个树枝上面 所以你不能够看他说 天主教徒差不多有十亿人口 有好几亿人口 天主教会错吗 那其中有一个议论 天主教说 教皇不会有错误 OK 那现在这个新教里面 有一个信徒就提一个问题 他说 天主教的讲第一个教皇是谁 是彼得 对不对 那在圣经里面 彼得有没有犯错 有啊 有一次彼得犯错 保罗当面指责他 对不对 在彼得前处里面 你如果说 教皇没有错误 那为什么彼得第一任教皇犯错呢 你如果这样问的话 天主教徒没有话讲 那因为这个教皇没有错误 所以到变成说 教皇可以的命令可以改圣经 这个圣经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天主教就是这棵树 已经超过了 而且魔鬼在上面 那二十节 我就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好像面孝 有人 妇人拿来 藏了三斗的面 只等全团都发出来 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也有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十三章 在三十六节 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 说请把天间拜子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 然后出来 又再讲道理 所以这个三十六节以前 就是指着真教会还没有出来以前 这个四个比喻 那三十六节以后这三个比喻 就是指着真教会出来以后的比喻 藏财宝在田 这是第一个 然后 天国又好像猪子 遇见猪子变卖一切所有买的 这是第二个比喻 然后 这是真教会出了 真教会的出现以后 然后天国好像网撒在这个海里面 这个就是主耶稣再来 然后要拣选 被网上来要拣选 好的选的 坏的再丢掉 那真教会还没有出来以前 我们讲有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然后有面校的比喻 那这个面校的比喻 也可以指着马金路德以后的改教 本来罗马天主教只有一个教会 只有一个教会 好像一棵树一样 独一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 上一次真理研究会有在讨论 ecumenical movement 就是普世运动 本来这个罗马天主教里面 不加入这个普世运动 普世运动就是要把罗马天主教 还有希腊政教 还有这个新教 全部都联合成为一个教会 天主教说 你如果要归合成一个教会 就是要回归向我 我才是独一的真教会 如果不回归教 我们就不加入了 那现在天主教也开始改变了 那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 那改教以后这个新教就出来了 什么路德会 进信会 长老会 这些都是改教以后才出来了 那因为改教出来以后 变成很多教会 所以新教就传得很快 你现在到非洲里面去 全部都是新教 传得很快 因此这个新教传得好快 好像面校一样 虽然传得很快 但是这个里面 他的教训 不是全部对的 所以后来才需要有真教会出来 更正前面的教会 教会的错误 但是他传得很快 所以主耶稣在讲这天国的比喻 就十三章里面 马太十三章拿两个出来 我们再看十三章 净宰门 十三章的三十节 只是有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 圣经里面 主耶稣讲这一句话 一共讲几次 再后的要再前 再前的要再后 这句话一共讲几次 最早讲三次 所以这本身是一个讲题 我们看这个 马太十九章三十节 马太十九章的三十节 然而有许多 再前的将要再后 再后的将要再前 那这一段圣经是在讲什么 就是在讲跟从主 凡为我的名 别叫房屋 或弟兄姊妹 父母 田地的 要得着百倍 便承受永生 但是有的再前的将要再后 有的再后的将要再前 也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 真的可以舍掉一切 来跟从主 但是后来信主久了以后 没有在追求 那初信的人很在追求 所以他就跑在前面 好像彼得 当他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 他是走在后面 但是后来彼得在五星节以后 他有去追求 彼得就走在前面 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再后再前再前再后 就是表示属灵的情况 是一直在变动的 灵性好的不一定是永远好 灵性坏的也不一定永远坏 这是会变的 灵性坏的 如果有一天自觉的追求 他灵性就变成好了 灵性好 如果有一天没有追求 他灵性就变成坏了 所以一个人 不能说我现在信仰根基很好 所以我永远不会犯罪 不一定 有一天你没有在追求 你软弱了 你就走在后面 像亚玛利人 你就被吃掉了 被亚玛利人吃掉了 有一天你很努力 你健康了 你走在前面 亚玛利人就吃不到你了 所以属灵上是一直在改变的 不是永远的 因此再后要再前 再前要再后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二十章 第二个就是马太的二十章 十六节 这样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那再前的将要再后 我们如果看十一节到十六节 就知道只做圣公 服侍神 都叫他来 给他们一钱银子 在那里面做圣公 到最后结论是 再后的要再前 再前的要再后 所以这个做圣公 有的人刚刚信主 很热心在做圣公 他是再后 但是他跑在前面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做了 做做做 他没有再灵修 那如果没有再灵修 没有神爱再感动他 又开始埋怨 圣公不做了 罢公了 他又跑到这后面去 那现在有一个信徒 忽然之间 神感动他 体会到神很大的恩典 对神的慈爱很感动 他忽然间又很努力做圣公 他又跑在前面 所以再后的再前 再前的再后 再后不会永远再后 再前也不一定永远再前 就是要警醒 不断一直追求 我们才可以在前面 那在这一段圣经 路加福音的十三章 就是指着在进宰门 这件事情 我们看这个二十三节 路加十三章二十三节 有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他不是说得救的人多吗 得救的人少吗 然后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得救的人多还少 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主耶稣只把得救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讲出来 那多少你自己要努力 我们看这个二十四节 耶稣说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宰门 所以得救的人少吗 你要努力进宰门 我告诉你 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 确实不能 二十五节 即至家主关起门来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 主啊给我开门 他就回答我不认识你们 我们不晓得你从哪里来 所以得救是一种机会 我们能够得救是一种机会 你如果机会没有把握 过去了就没有了 所以挪亚传警告 当时的世代人吃喝假酒不听 后来神把挪亚的方舟门关起来 天开始下雨 已经没有机会了 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敲挪亚的门 太慢了 已经机会过去了 因此得救是一种机会 将来有人想要进去不能 因为救恩的门已经关闭 像犹太人打开来 像外邦人已经关闭了 但是那个要进去的人 要努力进窄门 是窄的 窄的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不好找 不好找 那第二个不好进去 你找到以后也不好进去 你看到巴黎的凯旋门 盖很大 凯旋门很大 你如果去过巴黎凯旋门很大 好远你就可以看到凯旋门 一个很大的一个洞 要进去很简单 但是窄门就是很小 不好找 不好进去 所以得救人少吗 那个可以进窄门走窄路的 他就可以得救 那如果这样的话 得救人多吗 当然不多 所以主耶稣在讲 在马太福音里面讲 进窄门走窄路的人 那个人很少 但是进大门走宽路的人 到最后是灭亡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说 真理书教会讲得太远 有时候我们也发信徒这样讲 真理书教会讲得太远 我觉得关键不在乎太远 关键是不是从圣经来的 如果我们加了一些圣经没有的 那我想我们就要拒绝了 但是如果我们讲所谓太远 是从圣经出来的 我们就要感谢 因为这个是窄路 这个是窄门 但是你看其他的教会 路开了很大条 信就得救了 心里相信口里成就得救了 你什么罪都可以犯 只要你悔改你就得救了 很大条 但是到最后你发现 那个是灭亡 所以教会里面有时候 你看讲得很严 全部都遵照圣经 反而你会比较放心 这个是窄门窄路 是为个人的得救的 我们再回来看 28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尼撒雅各 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面 你们却不敢在外边 在那里哀哭怯齿 29节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有人要来在神的国里作息 所以这个神的国作息的人 什么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就是世界每一个角落 不同肤色的人 都要在神的国里面作息 不只是犹太人 这是主的旨意 但是 这一些人 当时主耶稣在传道里 附近的这些人 他们却没有办法得救 不接受主耶稣 那31节到35节 31节到35节 主耶稣叹息耶路撒冷 现在请问大家 主耶稣的一生哭几次 主耶稣的一生哭几次 没有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主耶稣一生哭几次 圣经找得到的哭几次 至少一次 对 至少一次 圣经找得到的几次 至少两次 至少两次 圣经找得到的 主耶稣哭几次 三次 那圣经找得到的 主耶稣笑几次 有没有 我是没有找到 诸位有没有找到 好像没有 主耶稣哭三次 第一次在拉撒路的家 拉撒路死了四天 到他家哭了 第二次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进入耶路撒冷城 为耶路撒冷城哀哭 因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 儿女 好像母鸡聚集在小鸡的翅膀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肠 留给你们 所以主耶稣已经预先看到 耶路撒冷城 逼迫先知的一座城 最后要把神的爱子 钉十字架 所以这个 这个罪很重 到时候耶路撒冷会被拆到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那现在主耶稣要传警告给他们 他们不听 不但不听 把他抓到 钉到十字架 所以主耶稣很灵敏 就哭了 为耶路撒冷哀哭 那第二次 那第三次主耶稣哀哭是什么 西伯来书里面讲 克西马尼远 大声流泪 哀哭祷告 所以主耶稣一共哭三次 所以这样看起来 如果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流眼泪 也是正常的 所以 有时候我们祷告 感动流眼泪 为着圣公流眼泪 灵敏别人流眼泪 这是正常的 因为主耶稣哭了三次 所以他叹息耶路撒冷 你们他还先知用石头打死 我愿意聚集你们 你们却不愿意 我们再看这个讲义十三章 耶路撒冷将会成为方长 为何西律想杀主耶稣 西律是谁 第二个 耶路撒冷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如此杀害先知 第三个 耶路撒冷将会成方长 如此预言如何应验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